Tag-A-Way的手機支架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很慶幸Tag-A-Way贊助了我一隻手機支架 本期節目由Tag-A-Way贊助播出 那沒有錯這個是從他們公司直接寄過來的 那麼就是這一套啦 市價要價1780元的 PH05 還有這個R2前夾 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夾啦 只要他的大小夾得住都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看他 長手樣子吧 那首先先把R2給拿出來 那該有的配件就是這幾個 那這個是可以轉接給GoPro使用的 就直接用上去就行了 那麼他有非常多的活動關節 這個的話就是鎖定的鍵 一鎖定 牢牢的 我很大力的在搬喔 搬不動的 要鎖更緊的話是幾乎是搬不動啊 那麼用力 根本就搬不動 那這個球型雲台非常的棒 那麼內容物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使用教學 那來看一下PH05 就是 黑准利手機支架 那他是長這樣的 這邊有一個鎖定的鍵 按下去就鎖定 拔不開 那這裡 有那個減震的 EVA 那要怎麼把它放到 那個 R2上 就是把這個先旋開 那就會下來了 然後 再給他 扣上去 然後這樣就用住了 非常的簡單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直接來實際安裝給大家看吧 Let's go 實際重量只有200克重 非常的輕巧 那麼很感謝Tickway贊助了我兩個 配件 就是R2 前夾跟 PH05的手機支架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安裝他 那他的安裝方式非常的簡單 那也是非常的迅速 那像 Gogoro2系列 還有Delighter 那 有羅把系列的電動車 這邊都可以做安裝 那 記得不要夾到這個管線 以免發生 管線線路損壞 那因為我這台車的羅把設計比較緊湊一點 所以 安裝上可能 縫隙會 沒有很多 可能要再自己喬一下 那這個就給他推到完全推不動位置 那這個就給他推到完全推不動位置 好動不了 那這個的話就 調到適合的位置 然後前方有置物 有置背架的好處都是東西 丟進去就好 那接下來來裝這個 PH05 那這個 也是 非常簡單 這個懸開 塞進去 好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再自己 調一下那個角度 那麼 上個禮拜因為 我的這個 手機的新的殼還沒到 所以 看起來比較黃 那 手機換了新的殼 然後 那個玻璃貼也貼新的 就感覺手機 換了一個新的一樣 那我去上課的時候我同學都 都誤以為我已經換一支新的手機 這個非常的 方便 單手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然後要放進去也是 然後後方這裡有一個鎖定鍵 就是 第二道就是防止你手機飛出去 把它按下去就鎖起來了 那它這個阻尼 是一格一格的有點力道 所以要稍微用點力量 它這樣的機制也是 確保你的手機 不會 因為 晃動而飛出去 那這個也還不錯 那這邊有這個 EVA的那個軟墊 就是保護你的手機 避免震動而去 損壞 那 這個裡面也是有 類似橡膠的材質 都是為了保護手機了 那要拆除黑准利手機支架也是非常的迅速 首先我們先把手機取下來 解鎖 拿出來 然後因為我們怕這個 因為這支支架很貴嘛 所以怕被人幹走 那我們就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扣 整組拿下來不到10秒鐘 丟後車廂 好這樣就不會怕被幹走 那這種的比較有弧度的手機可能 塞進去就會有點卡 那就稍微再調整一下 還是可以的 那麼這組支架的話還可以這樣做 那我就給他 裝在這個搖壁的下方 那待會的話就用手機來拍攝一下 洪家騰AI1他的特殊的視角 那待會兒一樣我們要來拍這個特殊的視角 各位我又把我的手機夾在這裡了 我本來拍攝一下 我現在在我的手機 我現在看過了 我這邊也要拍攝一下 喔 我現在看過了 你會不會怕 我現在看過了 我現在看過了 好 如果我現在看過了 在這個搖壁的地方 那會不會怕 我現在看過了 我們現在看過了 我現在看過了 那現在我換把Gopro架在這邊啦 那來進行Run 2 那這個要更換成那個攝影機的底座 其實也非常的快 因為它就是一個模塊 那待會的話就來拍一下這個Gopro的特殊角 那我開1080 120幀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麼接下來我這個R2的前夾一樣 這樣這裡也是可以夾的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確定都有鎖緊之後 那 東西都架設好之後我們就開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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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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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我谁 我疯子呀 这次要做一个非常疯狂的实验 这是没有人想得到的疯狂的实验 我们要把手机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开始旋转 这个手机架将会成为最强的手机架 根本没有手机架可以这样给你玩 三二一 你敢这样玩你的手机吗 没有黑准的手机架你敢这样玩吗 超老的 完全不会飞出去 这是二段喔 最高转速1700转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差点握不住 我觉得我的电关反而要飞进去 这根本都是超暴力测试 好 我的手机还是一样老老的在 完好无事 好的 那今天的黑准利手机架的开箱 就到这边 那大家如果喜欢的影片 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订阅和喜欢 那我们下次见啰 大家拜拜